大家好,我是羊 这期我们来分享一个踮脚健身 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传统养受方式 沿用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了 说起踮脚的作用 很多人只知道它能够补肾 而它的其他作用却先有人知 中医认为 踮脚能够改善全身血液循环 能前拉锻炼肾经 这项健身运动 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这个动作正是通过踮脚根的方式 刺激肾经系统 诱发全身震荡 如何的按摩五脏六腑 垫起脚尖的时候 双侧小腿后部肌肉 每次收缩时挤压出来的血液量 大致相当于心脏脉搏拍血量 它不仅使人的心率保持在每分钟154左右 让血液可以供给心肌足够的氧气 由于人的心血管健康 还能够锻炼小腿肌肉和脚踝 防止静脉曲张 增强踝关节的稳定性 而且这个踮脚运动 还可以活动四肢和头脑 消除长时间用脑集中和突然站立 而眼前发黑 头脑发晕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避免损伤膝盖 对于很多膝关节不好的朋友来说 是个不错的锻炼方法 有的人也许会说 我每天都在走路 难道不是在踮脚跟吗 还真不是 踮脚跟说的是踮 但重要的是震 做法是站立 气定神弦 双手自然垂放于身体两侧 抬起后脚跟 然后再顿下去 浑身跟着一震 所有的力 起于脚跟 也忠于脚跟 在颠的时候 能够刺激到我们脚跟上的 所有穴位和经络 比如肾经起源于足部 这个动作能够刺激肾经 使肾经收纳阳气 改善手脚冰凉 容易疲劳的问题 同时还刺激了脚底的 不肾大穴 勇泉穴 在练习的时候 让整个脊柱 跟着轻微的震荡 感受到头顶 脊柱脚跟 都是共振的 就做对了 膝盖又松开 不紧绷 下巴微微厚收 有助气血 畅达上下 久而久之 肚脉顺畅的话 垫几下 身体就会微微出汗了 练习的时候 要循序渐进 不要用力过猛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放在这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阳 咱们下期见